哦 哈喽 我是 compass 說到歐洲 如果選擇一個國家常駐 你會選擇哪一個國家呢 如果是我 我會選擇瑞士 為什麼呢 因為那邊風景又美 隨處拍照 都可以是美麗的明信片啊 好山好水 好入賢 就我曾經當交換學生的經驗 當地人民大部分都是親切和善的 種族歧視的情況也比較少 雖然當地主要語言是瑞士德文 但你只要會講英文 幾乎就暢通無阻啦 那今天呢 哭馬來跟大家分享 在歐洲旅行很重要的大事啊 那就是 上 廁所 這個呢 個人覺得是出門第一件重要大事啊 因為我本身就很喜歡上廁所 而且在歐洲呢 不像在台灣這麼方便 在路上呢 加油站 便利商店 都有免費廁所可以讓你使用 加上他們的人工是很貴的 所以一般在各地上廁所呢 幾乎都要一點點的費用啊 上一次廁所大概一到二歐元左右 所以呢 許多人在歐洲旅行的時候 都會想要盡量省下這筆上廁所的費用 畢竟一天在外可能上個三四次 那可能就已經可以買好幾杯咖啡跟 可頌 我今天就簡單列幾個在瑞士可以免費上廁所的地方 給大家吧 第一個免費廁所 那就是火車上啦 在歐洲旅遊的交通工具 少不了使用火車 那你在火車到站下車之前呢 絕對要把我火車上的免費廁所使用啊 千萬不要想說到站下車才去車站內上 因為通常呢站內的廁所還是要付費的哦 那有些非市區的小車站 可能會有免費廁所可以使用 有機會可以留意看看哦 但建議大家把握時間在火車上呢 就把生理問題解決掉啦 可以幫你省下在旅途上的一些費用哦 可能就已經可以買好幾杯咖啡跟 可頌了 但千萬要算準時間 不要在廁所裡面做過站啦 那你要付出的時間跟成本反而更高啊 那各位呢 有看到我身後這個時鐘了嗎 相信眼鏡的各位 知道它是來自於瑞士吧 這個時鐘就是瑞士國鐵時鐘 在歐洲各地 也會常看到它的身影哦 我在之前影片也有介紹過它 那今年恰巧是瑞士國鐵的80周年啊 瑞士鐘表文明全球 經過高品質的手工製作 產品保有相當的水準 讓人使用起來既有質感又能放心 Montaine瑞士國鐵鐘 是瑞士國家鐵路局指定掛鐘 於1944年由瑞士鐵路工程師 Hans Bill Ficker設計 海底黑刻度搭配紅色圓頭秒針 簡約時尚設計 讓人望著它看時間時 心裡有一種踏實感 使瑞士國鐵80年來擁有分秒不差的準確度 嗯 現在還有五分鐘到站 我上廁所來回三分鐘 一分鐘拿行李 一分鐘走到門口等待下車 簡直perfect Montaine瑞士國鐵 給您精確對時 第二個 餐廳飯店 我當初呢 是去瑞士的博恩交換 自然呢 是對博恩熟悉一些 那邊有景點是推薦大家一定要去的 叫做玫瑰園 Rose Garden 那邊除了四季有美麗的花可以欣賞之外呢 還能從高處眺望一覽博恩老城區 想當初中秋佳節 玫瑰園呢 就是一個中秋賞月的好地方 那距離玫瑰園的不遠處 有個熊公園 如果熊還沒冬眠 你就可以看到可愛的熊熊在那邊爬來爬去啦 那在公園旁邊有個當地有名的啤酒餐廳 就我之前去的經驗呢 那邊是可以直接進去使用洗手間的 不過那邊的啤酒非常好喝 路過如果時間允許的話 不妨喝一杯再走吧 欸 不過如果喝完路上 又會想要上廁所 那另外大家如果在平時旅途中 有一道飯店的話呢 不妨走進去 詢問一下櫃台 是否可以使用洗手間 幾乎八成以上飯店的洗手間 都可以開放給旅客使用的 而且呢飯店的洗手間 整潔度相對較高 讓人使用起來感到無比舒暢 第三個 教堂 教堂呢屬於公共場所 如果沒有特別規定 算是可以免費參觀 這時候呢 在教堂裡面就可以尋找一下 或是詢問服務人員 免費使用洗手間的機會 應該是有的 當然有些教堂 有開放民眾登頂 那就會需要購買門票哦 像博恩的大教堂 登高呢 就要花五塊瑞士髮廊 你就可以環顧瞭望 整個博恩市 個人覺得還蠻值得一去的 但要注意的是 教堂屬於神聖場所 參觀時為了以示尊重 服裝避免不會暴露 以免被拒絕入內哦 那有些旅遊經典 百貨公司 或是購物商場 其實都有開放免費廁所 你可以使用哦 所以朋友們可以養成習慣 在歐洲遇到免費廁所 就趕快使用吧 我有遇過男女廁所呢 是共用同一道門 所以呢 你只要付費之後 那個大門就會打開 那這時候 你就可以自由進出啦 所以呢 你可以跟你的女伴 一起去洗手間的費用 有點像是 打小黃的概念啦 那如果剛好遇到 裡面的人要出來呢 欸 又省下一筆費用了 當然還有一些像是 咖啡廳 數字餐廳等等 雖然裡面的廁所是上鎖的 但是呢 你只要進去裡面消費呢 店家就會給你 廁所密碼 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盡情使用啦 如果你真的很不想花錢 那你可以考慮 詢問店內的客人 可否建議使用 廁所的密碼 但前提是 你的臉皮要夠厚啊 但今天好巧不巧 你在山上hiking的時候 身處荒郊野外 遇上內疾 啊 沒辦法 那只好 找隱蔽的地方 就快速解決吧 好 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給大家 在瑞士免費上廁所的攻略啦 其實呢 在歐洲呢 大致通用啦 大家可以參考參考 當然大家可能在外面很想要省錢 但是你遇到真的很想使用的時候 生命比金錢更重要 該使用的時候 就千萬不要省 尤其是年長的朋友 遇到想上廁所的時候 忍耐度不像年輕人 所以千萬不要忍尿 也不要因為怕上廁所而不喝水 快快樂樂出門 健康平安回家 才是完美的旅程啊 瑞士鐵路聯名鐘錶 採用注重功能性的 包浩斯設計風格 簡潔 內斂 讓鐘面更有意圖性 讓忙碌生活的人們 更能精準掌握時間 那既然是80週年呢 優惠折扣 當然不能少啊 現在就使用專屬折扣碼 小寫英文的 KUMA80 很好記吧 KUMA加上80週年 現在瑞士國鐵全部商品 除了錶帶以外的部分呢 都有79折扣喔 那祝福看到這個影片的各位 出外旅遊 都有免費廁所可以使用 上廁所 都有衛生紙 好 最後別忘了追蹤 訂閱我的YT IG跟FB 這樣好玩有趣的資訊 就不會錯過啦 我是KUMA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Cheers